好上一章呢我们来看了一些我们的简单的布局 那么这一章节能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咱们这个安卓中的常用空间 也是我们做测试中需要定位的一些东西 那布局的话在这里呢咱们就采用Linear layout这个布局 然后往下直接走就可以了算了 那第一个空间的话呢是我们什么呀是我们一个叫做 叫做textview textview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文本啊文本啊放下大家可以看一讲textview 有个id有一个bat是代表的我们的宽和高 然后text呢就是我们的显示内容了 一般来说在我们安卓开发当中的话呢 你们页面上能看到文本啊十有八九都是我们textview 第一个ad由是咱们写一个什么呀写一个 这个前锋教育啊 这个前锋教育啊 这个前锋教育啊保存 保存咱们直接运行程序 啊就是一个textview 那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设置它的大小啊text textside textside 比如给它一个20sp啊20sp我们文本的话建议是用这个sp啊 建议了sp我们重新运行 大家看文字就变大了啊就变大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东西啊 然后的话还有第二个啊第二个叫做edit text啊 嗯直接拖这个就行了啊 啊edit text 在这里头的话你是可以给它输入文本的 可以输入文本的 好咱们有些程序看一下 大家看这里是多文本 在文本里头你可以随便输入东西是吧 输入东西 输入东西 那么在这儿啊在这儿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是可以干嘛 你可以给它放大小的 比如说50 宽度给它设计一个50个px dp dp 像素啊 这个宽就变成这么宽了啊 就变成这么宽了啊 就变成这么宽了啊 我这个想做 这我可以做的啊 比如说啊 200 350吧 350 稍微的宽一点 就变成宽了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文本化 那么那么还有什么呀 还有咱们的一个button啊 button是我们的一个按钮啊 按钮在这儿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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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是我们的按钮 咱们就说那个确定啊 改名字吧 就是tags这里改成一个确定啊 确定 确定 一个长点啊 长点 那么在这儿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 代码方式 咱们讲说想做一个事 做过什么事呢 啊 点击这个按钮啊 点按钮 然后获取到这个it test 内容啊 怎么做啊 那在这儿的话 我不做详细解释啊 那首先的话 我们是需要干什么呀 啊 需要就是这里 在这个uncreate里头 uncreate里头 给他就是 啊 获取这个两个按钮和it test 都内容 获取完以后 咱们才可以做相应的操作 好 那怎么做啊 怎么做 就是第一步的话 咱们是要先 获取按钮 获取按钮 怎么获取呢 咱们需要定义这么一个button啊 等于 find will by dr.id. 啊 啊 具体这儿为什么这么写啊 为什么这么写 咱们不做详细的解释啊 只是为了获取的咱们的按钮 会有点什么问题 啊 当然这种写法的话 如果说你在那个 安卓studio里头的话 写法也都是一样 也都是一样的啊 那会按钮 按钮获取完以后的话 咱们比如提议 就是咱们的按钮 咱们可以就是说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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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 设置按钮的点击事件啊 点击事件 好怎么设呢 butt1.2 set onclink list 然后你说怎么写呢 又一个onclink list 啊 这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的话需要倒一下包啊 倒一下包 啊 这里的话咱就可以怎么着呀 就可以写 写一个图丝啊 写一个图丝啊 写一个图丝 这可以写个什么呀 写个就是说 点击了按钮 按钮 按钮 后面的话咱就写一个时间 toast 2.2.2 时间啊 时间啊 然后怎么着呀 点兽 啊 兽 我们就看一下程序 点击 点击了 然后咱怎么做 想获取他的能力怎么获取 也就比较简单 获取 直接获取什么 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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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了 输入 输入框 它是edit text 等于 fundvill id r.id. edit texte 这个e和这个buttone是什么e呢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 页面上 咱们出的这个id 能理解吧 然后添加 好 获取完以后的话 咱们这不是写点击按钮吗 咱们后面再链接一个 链接个什么呀 edit1.get text 这是我们这三个 三个 这三个 那当然文本框 内容咱们也是可以获取啊 都是通过什么呀 fundvill id的方式 这三空间的话 在我们开发过程当中是用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呢 在这儿再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个页面 当然在这儿的话就先不在这个里头给大家放啊 因为那个需要放最好的话是放一个单独的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的话也是一个单独页面 当然有一个图书情话 这儿咱们就怎么着 用一个 嗯 选中咱们的一个包 用一个包子 我们选安卓下面的安卓 activity 因为一个页面 代表是一个页面 next 那这儿就不叫man 叫什么 叫什么 叫做next 下一个 下一个 next activity 那在这里就代表的是两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个next activity 同样在layout下面是不是也有个 activity叫next 这是一个相对的 相对的 那么在这儿啊 在这儿的话咱就给他 嗯 怎么招一下呢 咱们在next activity 后咱干什么呀 把这些东西都删掉 删掉 删掉以后呢 咱们首先第一件拖一个页面 把他的页面 可以布局 因为我们在android的页面 布局最外层里 一定要是一个layout 里头放什么呢 咱们这里头给他放一个 放一个叫做 CONTEL 的 有个叫做分别 那当然啊 这个完布 在我的话也是可以给他设置什么呀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啊 实际工作中 工作道中的话咯 我们的这个 好多的话 它也不是纯粹的原生的这个APP APP 我们现在叫做Android 加H5混合开放 意思就是说 在你的APP里头的话 它都有什么样 它都有网页 那这个网页怎么放呢 就要通过这个WebView这个空间来放 那在这儿这个WebView 但是在比较多 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一些APP 比如说是你的应用 比如说你的淘宝京东 或者这些软件 软件的话 大家在你们在使用过程当中 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 有些页面跳转 我们就直接跳过去了 有些页面跳转的话 我们跳过去是个白的 可能在这个页面的上面 下面我们就给进度它加载 它加载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加载的页面 具体呢 这个页面我们怎么该怎么来做 该怎么来做 那我们在这个next的activity里头 我们是放了一个东西 那同样的在next的activity里头 我要干什么呀 我要给它给它就是定义 定义我的一个WebView 定义我的WebView 1 1等于FindView byd r.id b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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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该怎么做 因为我们肯定是空间了 空间的话 我们这么着 我先去先上去 看看这个 哎 还是到这 到这 还是到我们这个闷 到这个闷 到这个闷的话也比较简单 哎呦 谈广告啊 谈广告是个头疼的事啊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 我们还是一个闷啊 闷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是默认一边是这个 能改吗 能改啊 能改 那当然同学同学说 改之后呢 可以吗 啊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那咱们怎么干啊 在这个闷 安装 manifest 里头啊 在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启动的 启动的 启动的 启动 在这里的话 你只需要把什么呀 把这个 启动的 这个东西啊 Ctrl x 给它放到什么呀 来看 这里有个activity 这里是有个activity啊 啊 一个是闷的 一个是nest 你放到这个next里头来 它就可以了 在我们安装 studio里开发的话 意思也是一样的 意思也是一样的 运行 看看 我在这个next是不是打开我next的 上也没有了啊 上没有啊 在外部这里的话呢 我们目前不是上的 因为我并没有给它设置一面吧 看看怎么设置呢 设置vibe will 打开的页面 好 怎么设置 我先用比较简单vibe 1.2 点load url 呃 放一个比较简单东西 比较简单东西 比较简单东西啊 htp 冒号 写告 3w6.2百度.com rtl 好 我们有些程序 再看一下 网页无法打开 哎呀 包错了 包错了 这里呢 包错了 包什么错呢 啊 其实这个错也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ybo是需要访问网络 对吧 访问网络 访问网络的话呢 我们这个呢 是需要有一个网络 权限 网络权限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怎么做呢 其实说 我们任何权限的话 我们在这个安装man file里头都需要给做添加 啊 这就有一个批开洞洞了 有一个position 咱们点一下 按的 roader position 找一个 权限 网络权限 再按 internet 访问网络权限 访问网络权限 访问 访问网络权限 发送完之后 咱们再运行一下 其实呢我们已经有一个打开方式 打开方式 我能这么着 因为他是要打开网页 我们居然在我们本地里头给他做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这儿的话 咱们再代码稍微给他改动一下 改动一下 咱加这么三句话 一个是支持运行咱们的这个加速特殊的 然后咱们在本地 好 再运行 大家可以看见我们是不是在这个 好啊 重打开啊 在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在next to 给他打开了啊 这就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外部插座啊 其实用的地方还是蛮多的还是蛮多的啊 这儿的话就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四个空间 一个webwill 然后一个是输入框 add test按钮 然后是咱们的button button button的话 咱给大家介绍一个clink事件 就是一个按钮的 单击事件 但是 那当然其实按钮里头我们其他方程有很多啊 有很多啊 这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啊 那当然还有一个什么呀 还有一个 taps6 是我们显示文本的一个 标签 文明标签 啊 啊 啊 嗯 嗯 嗯